电影15年的谎言持续拍摄中 这次要拍的内容是故事第八幕 与神木光谈过后的星野爱 直面几传爱丽 被爱质问的爱丽虽然有些心虚 但态度十分强硬 反问爱那又怎样 还说这是自由恋爱 疼不到他说三道四 并反复强调光是自愿的 难道这样也有错吗 面对成年人的狡辩 爱丝毫没有退缩 还是距离力争 光说过 因为那样做才是正确的 但他也是个孩子 到底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的 他这个年龄才刚开始思考 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你却强行要求 这样一个孩子去承担起责任 难道大人应该做的事情 不是从旁守护 帮助懵懂无知的他们吗 身为大人却不去护着小孩子 这说得过去吗 你就只是个强奸犯而已 爱的斥责令爱丽哑口无言 但在沉默了一会儿后 爱丽突然发了疯似的爆发了起来 大喊我为什么非得被你指责不可 我也是一直从类似的事情里经历过来的 一圈就是个大染缸啊 每个人都跟我说 这就是正确的 我一直都是这么深心着过来的 为什么唯独我非得被男人压榨不可 我也是爱着光的 也是温柔对待她的 比我当年经历的 要好上百倍的 不知火将爱丽的崩溃演绎得淋漓尽致 而此时片场外的美母和赤音 也在聊之旦夕 美母感慨虽然这是种恶性循环 但对小孩子下手还是过分了 痴烟也觉得这是绝不该被允许的事情 随后精子的声音传来 告诉他们在性的问题上 受害者转而成为加害者的例子并不罕见 因为有不少人都觉得 在性方面被剥夺的尊严 就一定要在性方面夺回来 在这个业界 根本不可能和这种事情撇心关系 因为早在昭和时代后期 演艺圈和黑道就有着纠结不清的关系 黑道组织大佬的情人 基本上都是大牌女演员 这样的时代一度存在着 二十年前 继穿爱里还在活跃的时代也是如此 每当要跟大人物喝酒 第一件事就是把什么都不懂的年轻艺人叫来陪试 就算是未成年艺人也一样要喝 唆使艺人利用美色进行营销的事务所比比皆是 不过时至今日 这样的事务所已经减少了很多 算是相对干净的时代了 说到这里 痴烟附和了一句 是的是的 随今一样怪气的表示 现在不过是制作人一联络 就算是大半夜也得赶过去给各种大叔玩陪酒游戏 已经算不错了呢 听得美猛不禁吐槽 这算是改善吗 精子则继续解释说 这就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 继续对下一代做同样的事情 比如地位高的男人 身边总会有人送去年轻女性 这一点哪个时代都一样 区别无非是从事务所行为 变成了个人行为 对于在业界还找不到北的年轻女性 告诉他们这就是正路 接下来要看你的努力了 然后就随便让他们坐在那些地位高的大叔老头子边上自由发挥 讲到这里 精子提起了自己还在圈内的经历 说那时候也经常有人对他说什么 这次有很了不起的人存在 你赶快过来之类的话 以至于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被叫去一些莫名其妙的酒居 在这种艺人和风俗女的区别都变在暧昧不清的场面下 性骚扰 显住手 司空见惯 对面突然就亲过来的情况也不止一两次 在这种场合里 很多女孩子都十分忐忑 心想如果拒绝了 是不是就接不到工作了 然后一直奉陪着那些男人们的欲望 直到无法忍受为止 在这种场合里 越是认真的女孩子就越容易吃亏 另外 拿年轻女性当陪酒女用 给上次倒酒这种事情也不光局限于娱乐圈 然后人们就会将这种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作为理所当然的情况灌输给别人 一代又一代的剥夺女性的拒绝权 在演语圈中 这种情况就更加恶劣了 在外貌崇拜达到极致 性与美可以成为商品 甚至连说不得权利也被剥夺 即使是整营业 也一直被人灌输为正确的世界里 谁又能维持自己的正确到什么地步呢 江子沉重地说着 美母和赤音也沉默了许久 就在此时 鸡穿的声音传来 坚定地表示 这是必须维持住的 毕竟我就是因为这个失去了双亲 结果立刻被赤音吐槽 可你还是很喜欢去夜店 现场的气氛 顿是微妙了起来 美母尴尬地告诉赤音 这方面 拜托你就别说破了 被吐槽的鸡穿 则喋喋不休地解释了起来 说现代人就是心里有着不用酒精 就没法填补的空洞 就是有只想有女孩子 对自己微笑的夜晚 还问旁边的阿窥亚是不是这样 企图寻求支援 结果阿窥亚只是冷漠地表示 别把话题抛给我 你们能明白吗 从小就被灌输 男人就是人渣色狼价值观的 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 少于如此 我在这种场合 才想成为保护女孩子的一方啊 不如说 我就是维持酒局治安的酒局警察好吧 鸡穿越解释越激动 但反倒是让现场气氛更加尴尬 美母一如既往的已简笔画形式不知所措 镜子的脸色曾冷漠到差点翻白眼 赤银更是继续直言不讳的吐槽 反正你只是想给女孩子留下好印象 于是鸡穿只好放弃解释 创新开了一个话题 话说回来 到了如今这个时代 只要别什么奇怪的酒局都去 保护自己还是绰绰有余的 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企业那边 最近十年左右也几乎没听说过了 应该是好转了不少吧 只不过 这是世界的深处成就存在的黑暗 唯有这一点 还是希望你们一定不要忘记 电影拍摄继续进行 接下来要拍的是《鸡穿爱梨》的闯戏 化妆间内的陆比和加奈悠闲地等待着 结果被刚刚拍摄完的不知火吓得够呛 陆比和加奈红着脸吐槽 还以为是痴女闯进来了 不知火则轻松地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胸贴 被加奈问起 竟然愿意接受这种激情场面 露这么多不要紧门的时候 不知火的回答是 毕竟我说过 要尽可能重现真实度 只要有必要就回托 并吃着饭团告诉他 自己今后是想在圈内发力的 因此也想过成年后接这方面的戏 毕竟表现这种 为了表演不管什么都会做的姿态也很重要 鸡上不小啊 露比一脸痴女的盯着不知火感慨 不知火则反问他 你不也一样 毕竟差不多也要到爱荷光的吻戏了 听到星野兄妹的吻戏即将开拍 加奈顿时一脸痴苍蝇的表情 露比则露出了 比刚刚更加痴女的当眼表情 美博柔办公室内 加奈正强烈抗议星野兄妹的吻戏 还质问精子 作为他们的家长 难道就没有一点想法吗 结果被精子一脸怨念地反问 你觉得我除了感觉超级复杂之外 还能有什么想法 随后一旁的眉母也加入了这个话题 说着可是眼下正在人气高峰的现役偶像 更身为超级帅哥的双胞胎哥哥的吻戏啊 这场面绝对会让人超想看 这样一来 点眼也会热卖到爆炸吧 对于陷入幻想的眉母 精子只说了句倒也没那么简单 加奈则又开始吐槽露比 只言露比也真是的 为什么就同意接这种戏 随后露比也加入了这个话题 我也觉得跟老哥接吻什么的 根本没法想象嘛 但是制作人他一直拜托拜托 真的很残忍 既然人家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也不好再拒绝了吧 真是太离谱了对吧 真是的 真的是没办法呢 露比越说越荡扬 谁都看得出他超级想拍这段戏 以至于加奈小牙切实地在心里吐槽 他是个胸控 随后又抱怨起了写剧本的阿窥亚 结果被精子告知 这段戏并不是阿窥亚主导创作的 因为神木光和星野爱的恋情 没有任何相关证言 这两个人谈恋爱时到底是什么样的 现在谁也不知道实情 所以这段创作完全基于想象 听闻此言 贾美再次翻看起了剧本 饶有兴致地寻找哪些台词 像是阿窥亚写的 还说爱的形象 感觉有些地方受到了露比影响 精子则继续告诉他 制作人说一定要再入接吻镜头 而这方面其实也没有依据 导致阿窥亚当初写的时候并不太顺利 于是便找了两个帮手 那就是赖子和阿鼻子 对于阿窥亚的委托 赖子和阿鼻子欣然接受 赖子坦言在故事创作方面 接受别人咨询是家常便饭 自己当初也是靠着和别人商量 慢慢成长起来的 阿鼻子更是热情地告诉阿窥亚 他们在情节创作上是专业人士 因此尽管拜托他们不用客气 就这样 阿窥亚开始了咨询 他询问二人 从专业角度上来看 自己的剧本写得如何 赖子给出的答案是 文字工地很强 情节本身也承接的不错 但也只是承接上了而已 作为娱乐作品来说 看不到戏剧性上的追求 可以着手修饰的余地大得很 阿鼻子也说很有润色一番的价值 随后二人一排集合 当即开工 这个长久先往后放 然后这里的台词就作为钩子 在前后文多重复出现几次 至于读白和回想 就尽可能的删减掉 在真人作品里 这样效果会好得多不是吗 在这个故事里 最应该发力的 就是这里的爱情戏部分呢 准备怎么样 那还用说 肯定得弄成又动人 又引人灰心一笑的 甜甜蜜蜜恋爱喜剧了 赖子的回答 令阿鼻子瞬间兴奋了起来 他激动地告诉阿奎 终于能久违地见识到 鬼才吉祥寺赖子的恋爱喜剧了 碰上这么宝贵的机会 自己也超级开心 随后欣喜地担任起了气氛组 这里就先让他吐吐舌头 感觉似乎要拒绝 但结果还是乖乖照做就好了 很棒 再来个不合当日人身份的 爱喜剧来表现的 阿奎阿奎 赖子老师小道具的说法 可是品位超学的哦 能学到很多东西哦 就让袜子左右穿不一样的 甚至有个洞 鞋底在里个嘴 晃晃晃晃的如何 等一下 那不是我以前的事情吗 两位关系可真好啊 在轻松的创作氛围下 赖子终于开始润色接吻情节 他觉得接吻镜头 还是要弄成热烈一点的 长纹比较好 阿奎亚则尴尬地询问 可不可以只吻个脸颊 毕竟到时候 要去演这段的是自己 结果立刻得到了 赖子和阿鼻子 异口同声的回答 那怎么行 阿鼻子说 这就是阿奎亚 该负起责任的地方 赖子也深以为然 他告诉阿奎亚 既然以作者身份 揭露了很多人的秘密 并且从结果上来说 还是用这些去赚钱 那独自一人 待在安全区域内 是绝对不可能被允许的 毕竟故事这种东西 极端的来说 连杀人都能做到 正因如此 写出故事的人 对于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你写出的故事 究竟会伤害到哪些人 不时常对此抱有自觉 是不行的 而即使如此 依然选择创作的我们 是绝对不能忘记 这份责任的 赖子语重心长地说着 阿奎亚也深深地 记住了这些话 傍晚 阿奎亚依然在 反复思考赖子的话 并在阳台上念叨 我的责任吗 就在此时 吃着冰棍的路比 从身后走来 路比问阿奎亚 在说什么责任 阿奎亚敷衍了一句 是无关的事情 但路比显然没有相信 真的无关吗 我倒是有件事情 如果老哥你不负起责任来 我就会很头痛了呢 那时 毕竟终于要来了呢 明天就要拍那一幕了 不是吗 全家出生以来 头一次要接吻呢 要负起责任来哦 嘿嘿 路比期待地说着 阿奎亚却一脸冷憨 尴尬地表示 这也是我的责任吗 听问此言 路比有些不爽 质问阿奎亚难道不愿意吗 阿奎亚则解释说 无论如何 和亲妹妹接吻 都会有点抵触 说到这里 路比陷入了沉默 随后脸颊渐渐泛起红韵 这样的话 那就将我 看作是天从四沙利奈怎么样 作为羽工无狼 来看待我怎么样 想象一下吧 如果天从四沙利奈 奇迹般地痊愈了的话 会是什么样子 在那之后 健康地长大 即使出院之后 也时尚会跑来找医生 在18岁的生日那天 终于对最喜欢的医生 说出了忍耐了 不知道多少年的话语 如果像这样一个女孩子 就站在你面前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能牵下去吗 路比期盼地等待阿奎亚的回答 结果等来的是一句 谁知道呢 听完此言 路比质问阿奎亚 你这样也算演员吗 随后红着脸 再次鼓起勇气 要是你没有自信的话 要不现在就练习一下 我们来做稳息练习吧 医生 你不愿意吗 面对路比的稳息练习邀请 阿奎亚避耳不答 转移话题说 路比抱得太紧 累得自己脖子都开始难受了 而路比显然不打算 让阿奎亚就这么糊弄过去 还不是因为 一旦我松开手 就总觉得 医生你好像会转眼间 消失不见嘛 医生 能不能再一次 像那时候一样 叫我杀利奈将呢 路比红着脸 窃窃地询问 阿奎亚却依然不打算 直面她的问题 没好气地催路比 赶快刷牙睡觉 不要再说这种蠢话了 毕竟明天还是早起 结果欢音刚落 路比便大闹了起来 不要嘛 人家才不要睡嘛 喊嘛 喊人家杀利奈将嘛 路比像个孩子般哭闹着撒娇 并被阿奎亚吐槽 精神年龄还和前世一模一样 随后索性 直接爬上阿奎亚的后背甩赖 放话你要是不喊 我就不睡觉 这令阿奎亚更加无奈 你是觉得只要你甩赖 我就会投降是吧 因为我可是知道的哦 医生虽然嘴上埋怨 但最后每次 都还是会听从我的任性的哦 路比得意地说着 阿奎亚也确实如他所言 在路比保证 喊他沙利奈就睡觉后 拿出了眼镜 已经是睡觉的时间了 沙利奈将 你还听不听医生的话了 阿奎亚一文正经地 靠似着前世的自己 路比则满脸幸福地 扑上去抱住了他 并和前世一样 不停地求婚 也一如既往地遭到了拒绝 阿奎亚尴尬地表示 放过我吧 这次真的会社会性死亡 但路比显然不打算到此为止 医生你看 我现在已经18岁了哦 沙利奈这次真的长大成人了哦 夸夸我嘛 夸你 嗯嗯 沙利奈将真的很厉害呢 你做得很好哦 再说点 再说点 再说点嘛 沙利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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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行了 嘿嘿 太棒了 幸福感满满 这么简单就能幸福感满满了 对啊 光是医生来我的病房 就能让人家一直幸福感满满了哦 路比一脸幸福地 回忆着二人的前世 但阿奎亚却面色凝重 沉默了一会儿后 阿奎亚摘下眼镜 向路比道歉 说自己已经不是过去的医生了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脑袋空空 光顾着操心眼前的事情 不能陪沙利奈一起讲些傻话 没办法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甚至对于自己还活在世上这件事 都会每时每刻地承受着罪恶感 好歉啊 沙利奈将 我已经没办法好好笑出来了 阿奎亚说完露出苦笑 路比也坦言 医生以前确实很爱笑 但自从妈妈死后 阿奎亚就真的再也没有好好笑过了 并表示 虽说医生你装哭的样子也很可爱 但想笑的时候笑不就好了吗 对此 阿奎亚的回答是自己做不到 因为她已经对别人撒了太多谎 为了自己为师的愿望 伤害了太多人 事到如今 怎么可能还笑得出来 我就变得又能笑出来了哦 想知道秘诀吗 告诉我吧 那就是要推 只要推 整个世界都会闪闪发光 甚至好像能真的去爱这个狗屎世界 在推自己推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的生命也有意义 医生 你就是我的推啊 谢谢你 谢谢你活着 医生能活着 真的真的太了不起了 光是你能活着我就很幸福了 陆比越说越开心 被阿奎亚吐槽 要求真谛后更是强调 那是因为自己是医生的全肯定粉 还提起了前世医生 为了拿到演唱会门票 连着好几天都闷洗走 回来的时候 却装作若无其事的事情 那时候的医生 简直就跟现在的老哥一模一样 你完全没有变哦 还是那个我最喜欢的初恋 陆比一如既往的指揭 阿奎亚那早已失去神采的眼睛 也被她的告白净化出了光亮 陆比羞涩地问医生喜不喜欢自己 阿奎亚则抬起手中的眼镜 露出了和前世 愚公无狼一样的笑容 哼 那不是当然的吗 傻里奈将 我也一样 最喜欢医生了 老是擅自把事情背到自己身上 明明弱得不行 还总要逞强 总是正面去承受伤害 从不逃避痛苦 但是 即便如此 还是会继续前进 对于这样的你 你的一切我都喜欢 医生的苦楚也好 爽弱 还有温柔也好 对于医生的一切 我都会全部予以肯定 但是 只有这件事 一定不要忘记哦 我除了是医生的全肯定分之外 也是医生的女友分啊 陆比说完 满眼冲井地牵了上去 这一幕没有丝毫表演痕迹的吻戏 也顺利在片场复刻 看到这一吻的夹带和赤音 先情复杂 美母则如同第四面墙外的读者 如此这般 电影的拍摄渐入佳境 电影15年的谎言持续拍摄中 这次要拍摄的是医生与公无狼的内容 剧组为此专程来到了高千岁的医院 电影的拍摄是与日程的赛跑 特别是外景拍摄地堆制成表的影响 把比较难安排的外景拍摄 安排到最前面完成 可以说是理所当然 比如这次 由于选择的医院白天还要正常营业 拍摄不得不在夜间进行的情况也有很多 由于这些因素影响 电影的拍摄顺序往往都是打乱的 有的电影甚至是从最后一幕开始拍摄 当然 像15年的谎言 这种由菜鸟新人主演的作品 拍摄顺序大致上还是会遵照故事顺序救世了 一子镜头拍摄结束后 扮演医生的梅尔特发现 鲁比正一脸不爽地盯着自己 并发出了失望的感叹 梅尔特问鲁比这是什么意思 鲁比则十分困扰地表示 医生明明更加清爽一点 内心也应该是细腻敏感 同时又坚韧顽强才对 说得梅尔特更加懵逼 不爽地问鲁比 你这个菜鸟是不是对我的表演有什么不满 鲁比则解释说 自己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觉得医生这个角色 在作品中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应该就是个笼套吧 他对接下来的故事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镜头已经差不多是电影结束部分了吧 梅尔特无奈地吐槽着 鲁比则继续自说自话 抱怨如此重要的一个角色 竟然选了一个土豆圆圆 听闻此言 梅尔特弃出了痛苦面具 但鲁比依然没有停止输出 唉 到底是谁选的角 一点品位都没有 真希望选角的时候 别老是打知名度和扩圈的算盘 而是从本质去判断 这样子岂不是跟单纯的cosplay 毫无区别了吗 哎呀 要是让鸡川先生来演的话 效果绝对会更好的 这种话真的有点戳飞管子了 求你别说了行吗 但是在身为原作粉的我看来 这部电影根本就没有原作好吗 唉 土豆演员连说出来的话都这么肤浅 这个镜头可是在真实地点拍摄 曾经发生过的真人真事啊 不好好考虑到这层含义可是不行的哦 难道说你是什么都没想脑子空空去演的吗 表演的时候至少有该对这个镜头 最低限度的尊重才行吧 真是的 你都做了好几年演员了吧 路比滔滔不绝地说交着 梅尔特则继续吐槽 他是不是被尤玛传染了坏毛病 随后表示这些事情其实不说自己也懂 包括演技部怎么样这一点也是 所以他只能依靠加倍努力来追赶别人 应付眼前的挑战 正因如此 我在理解角色方面 自认为要比别人下了更多功夫 梅尔特严肃地说着 结果被路比质问 你不觉得你对角色的理解完全偏离了吗 于是崩溃地抱怨 没想到连医生A这样的角色 都能有如此狂热的粉丝 就在梅尔特整理衣服的时候 路比发现他竟然带着第二次巡回表演的扭蛋周边 梅尔特说自己没有了解那么深 只是看到周边商店有卖就买下来了 还说爱的周边商品挺贵的 并且是说之所以带这个 是因为他知道医生这个角色是毕小婷的粉丝 所以专闻跟服装师说 要把周边夹在衣服里面 那为什么要藏在衣服里面 假如在看不到的地方摄像机也拍不到吧 面对路比的追问 梅尔特认真回答说 自己觉得既然这个医生是个真正的粉丝 那他应该不会做出 在偶像本人面前显摆一样 带出来这样的事 如果带在看得见的地方 就变成了单纯给人物贴标签的行为 在我看来 他应该是那种比较胆小 尽做些拐弯梦小的事情 但是会在暗地里悄悄欲支持的粉丝 说的就好像你很了解一样 面对路比的质疑 梅尔特没有反驳 只是继续说起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他觉得医生应该是个很温柔的人 既然设定上是受过世患者的影响 才成了偶像宅 那小B是十分真挚地去面对那个患者 对那个患者倾注了很深的感情 在梅尔特看来 医生佩戴的周边 可能就是从那个患者手中拿到的 所以会尽可能不离身地带着他 有点像是对那孩子思念的象征 这个小设定表现了医生有规矩 有笨拙的温柔 说到这里 路比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 并一脸明媚地说了句满分合格 你明白这一天就好 到这早点说出来啊笨蛋 仔细想想的话 当时的表演里 确实也能看出来医生的软弱和温柔 说不定演得还不错呢 咦 这么说来 梅尔特是不是还挺适合演这个角色的 哎呀 这么说来 动人舞台剧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演技不错了 我是一开始就觉得 梅尔特能够上任这个角色咯 路比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态度 令梅尔特不禁有些害怕 并吐槽原作粉真是麻烦 路比则继续一脸明媚地盯着他 还说感觉已经开始尊敬梅尔特了 要跟着梅尔特一起好好学习 这才刚开始尊敬啊 嗨 我也不会一直是个亲人了 哪怕是从我这样的人身上 应该多少也能学到点东西吧 我可不会因为你是阿窝亚的妹妹 就手下留情哦 首先就从面对前辈应该摆出什么态度开始 好好教你吧 要好好跟上哦 后辈 是 前辈 第二天清晨 路比来到鼠西的后院 并看到了坐在树上的阅读 阅读问路比和憧憬的人重逢 感觉如何 路比也如实相告 说感觉有点怀念 但既然已经知道医生就在身边了 那感想也就仅此而已了 随后吐槽 阅读真是从哪里都能冒出来 并一脸挑衅的问他 每次都是怎么过来的 难道是坐长途戏车吗 居然想要揭露神的神秘性 真是不知死活的家伙 在某些特殊的人群中 将我视为神明 时代敬仰的家族也不在少数 神道早已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当中 这家医院说不定也是因为这些人暗中影响 才给出拍摄许可的 而且对于我来说 这个地方也是个充满回忆的地点 阅读望着医院感慨 路比问他神明也会思想吗 得到的回答是那当然 阅读说神明也是各种各样的 有创造世界的神 诞生灵魂这一概念的神 喜欢混乱与不讲理的神 以及溺爱人类的神 甚至还有没察觉到自己是神的神 还说人们常常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得到神的帮助 因此应该对神抱有敬意才对 然而 这番话路比完全没听进去 嘴上说的还挺了不起的样子 但是下周你就要上场了吧 你演得了吗 别小看神啊 当然演得了啦 电影15年的谎言持续拍摄中 今天要拍的 是新野路比与妈妈练习跳舞的镜头 阅读完美复刻了 撒娇打滚的小路比形象 在镜头前疯狂哭闹 这段戏顺利拍摄结束后 阅读立刻恢复了平常空洞严肃的表情 而看完全程的路比则一脸生无可恋 啊 我以前是这样吗 就这样啊 不对不对 那时候我明显是那种比其他孩子更常熟 怎么看都是天才儿童的感觉才对吧 原来你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吗 阅读无奈地吐槽路比 还说那时候的路比完完全全就是个小孩子 甚至会让人怀疑有没有转世投胎那种 一天到晚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在那闹别扭 十分烦人 天文贤 路比不爽地回队 你那时候还没出声吧 说得好像你亲眼看到了一样 阅读则一脸得意地呵呵一笑 话说回来 还真是没意思呢 本以为会演得磕磕绊绊丢人现眼 没满足你的期待还真是抱歉啊 接下来是跳舞的镜头了 对我来说也是相当值得怀念的一幕了 要给我好好演哦 迟到了知道了 你赶紧去给我换衣服 就这样 下一幕正式开拍 内容是母女一起练习跳舞 阅读在心里吐槽 路比跟个小孩子一样 对自己完全没有敬畏 应该让他稍微遭点天罚 表演上则精准复刻了 当初小路比摔倒时的样子 就在此时 扮演爱的路比进入画面 与路比对视的一瞬间 阅读仿佛又看到了 与自己初次见面的莎莉奈 她缓缓露出微笑 以精湛的演技配合路比 完成了这一组镜头的拍摄 下一个拍摄日到来 阅读这次要扮演的 是与吴返田初次见面的小阿奎亚 看到阅读表演的吴返田 大笑着称赞演得很像 一旁的原作粉却挑剔了起来 加奈说阿奎亚要更兼具 神秘感与可爱 虽然阅读的表演也不算糟糕 但似乎有点太优态了 还说那时候的阿奎亚 的确可爱到会让人觉得 简直就是天使 但那应该是另一个方向上的可爱 听闻此言 阅读不爽的吐槽 凡人的参观人士增加到了两个 加奈则和他叫起劲来 说就算阅读有那么点演技 但和同情时代的自己相比 还是差得远 让阅读别因为稍微有点可爱 就在那得意忘形 确令路比不仅感叹 有必要在这儿燃起竞争意识吗 在路比看来 刚刚阅读的表演 总的来说还是挺符合自己印象的 他坦言当时对阿奎亚的印象 就是恶心的小屁孩 也没什么机会仔细看看他 要是当时多认真看看就好了 现在想起来真是人生的损失 趁现在摄取一下老哥元素 路比边说边蹭阅读 加奈也要求加入 阅读则不爽的表示真是肮脏 让他们离自己远点 阿奎亚本尊出现后 路比立刻丢掉了手里的阅读 指言果然还得是本尊 此举令加奈脸色十分难看 阅读问阿奎亚 自己的表演是否回应了他的期待 却不了阿奎亚竟然说出了和路比一样的话 我应该没有那么孩子气吧 应该要稍微更天才儿童一点 就这样 都觉得自己是天才儿童的凡人三人组 聊了起来 路比问加奈 阅读演的小阿奎亚能打多少分 加奈则只给了几个分六十分 理由是演得有点可爱过头了 给人的感觉完全就像小孩子一样 明明阿奎亚应该更那啥一点 听到这里 阿奎亚立刻接话说 应该是感觉更加聪慧 一旁的阅读则回忆起了与兄妹二人的相遇 你们可一直都是那样子啊 至少在我眼里看是这样的 阅读清清楚楚的记得 自己第一次遇到他们 就在那座医院 莎丽奈发现了被网缠住的乌鸦阅读 医生紧张的提醒他 眼鸟身上有细菌 不要去碰 但看到阅读受伤的莎丽奈 还是向他抱了起来 恳请医生治好他 医生也治好无奈的吐槽 自己不是兽医 随后给阅读包扎起了伤口 他是想吃僵果 结果被网缠住了吗 不光贪吃 还笨手笨脚的呢 夜蒙证不是也叫鸟眼吗 鸟似乎到了晚上就会看不见哦 咦 医生懂得真多 二人聊天的时候 医生已经完成了包扎 于是二人一起目送阅读飞走 莎丽奈还提醒他 下次记得好好看清楚周围 不要太贪吃了 这件事过后 观察二人成了阅读每天的日常 他会叼叶子来到莎丽奈窗前 会给他们堆的雪人戴好帽子 他看着莎丽奈在医生的陪伴下 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也看着莎丽奈的病情一天天恶化 直到去世 他就这样一直注视着二人的前世今生 直到现在 唉 可能确实演的比本作更可爱的也说不定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毕竟对我来说 你们两个始终倒是嚣张又可爱的小孩子啊 电影15年的谎言持续拍摄中 饰演神木光的阿窥亚 此时正在公司看接下来的剧本 首先是神木光对极川爱丽提分手的一幕 听说光最终选择了爱 极川爱丽发出了音森的笑声 如诅咒般提醒神木光 别忘了大灰是你的孩子 所以你这辈子都别想从我身边逃走 还说神木光迟早地会回到自己身边 因为他只是一具无可救药的空壳 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别人真正意义上的爱 接下来是第139幕错过 躺在爱怀里的光问他是爱自己的对吧 不会抛弃自己吧 爱则短暂地思考了一下 坦言就算撒谎也一定骗不过光 随后一脸为难地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备受打击的光孤独地站在雨中 泪水与雨水在脸上交汇 就在此时 上元青师郎迎面而来 关切地表示 数过有什么烦恼就告诉自己 就这样 神木光向上元青师郎 诉说了自己与击穿爱怜的事 之后便是第141幕背叛败露 第147幕青师郎的愤怒 第150幕击穿夫妇俊情 第156幕生命的重量 第162幕爱的拒绝 第170幕只知道这一个方法 和第202幕 匪备的愿望也成抛影 就在阿奎亚陷入角色压抑着痛苦的时候 迦奈的声音传来 一脸阴沉的 怎么了 被角色吞没了 面对迦奈的关心 阿奎亚坦言确实如此 还说自己简直就想这么死掉算了 听闻此言 迦奈眼中闪过一抹心疼 随后继续用自己的方式鼓励阿奎亚 我先说好了 就算你死了 我也不会伤心的哦 我只会对着你的尸体臭耳光 跟平时一样用难听的话骂你 然后转眼间就把你忘掉而已 如果不想落得这种下场的话 就跟我约好 哪怕是说笑 也不许说去死 约好了 迦奈捏起阿奎亚的脸 严肃地瞪着她 阿奎亚则尴尬地拿走迦奈的手 同意了这个约定 于是迦奈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还说要给好孩子一点奖励 我来对你试试 能露出笑容的魔法吧 魔法 没错 活着里有能让人脑子变奇怪的粉末哦 迦奈边说 便露出了阴森的表情 就在阿奎亚吐槽 奇怪粉末是否合法的时候 迦奈已经开始翻箱倒规了起来 还让阿奎亚保密 终于 她拿出了一袋薯片 这样 然后再这样 好 完成了 迦奈熟练地将调料 倒进薯片袋里疯狂摇晃 并得意地表示 这东西好吃到 会让人脑子变得奇怪 千字清静 阿奎亚无奈地吐槽 这怎么可能 但在吃了一片后 瞬间变脸 承认这东西真的好吃到 让人脑子变得奇怪 接下来是 游马加奈长达三个分镜的广告时间 因为我们收到推广费 所以就跳过了 广告时间结束后 加奈对阿奎亚强调 千万不要让路比知道 不然事务所的所有薯片都会被吃光光 阿奎亚则被加奈这番操作 逗得笑了出来 吐槽她这个人 真是让人困扰 什么啦 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 现在的我明明不是处于能放松的状况 也没有那种资格 但是游马你家的话 心情就会不优得好起来呢 谢了 阿奎亚说完拿着薯片离开 加奈则因为刚刚那番话 满脸通红 并开始在脑内进行阅读理解 什么 只要在一起心情就会变好 那不就是恋爱最关键的要素吗 岂不是如同在暗示 说我们相性很好一样吗 搞什么嘛那家伙 明明是个会跟自己千变为结婉的 究极变态色魔 我也是 只要你在身边 心情就会不优得变好 恋爱这玩意儿还专是麻烦 再来说说露比这边 此时 露比正在神社祭拜 并发现外面下起了雨 就在露比因为没带伞而困扰的时候 神木光出现在了她的身边 需要帮忙吗 不介意的话 要不要一起走一程 神木光与露比离开神社边走边聊 露比感谢神木光称惨 神木光则表示没关系 自己也只是刚好带了伞而已 还说露比刚刚似乎祈祷了很长时间 问她究竟在祈求什么 听完此言 露比思考了一会儿 随后谈言自己是想要一个答案 我有一个一直都非常憎恨的人 但是 这世上也没有谁从出生起就是纯粹的恶人吧 有时候神会因为环境状况的原因变得扭曲 可能连我都差点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如此说来 如果非要说到底是什么不好的话 她就只能说是运气不好了吧 谁都没有错 想这样想的话 我自己也有种仿佛得到了救赎的感觉 露比边说便回忆电影剧本的内容 但下一秒 她的眼神突然变得暗淡无光 声音也越发冰冷 即便如此 有些人也是绝对没法原谅的 她总没有道理可讲 就是无法饶恕的感受 就算再过十年 恐怕也不会消失 而且我总有种感受 她就是一定要把这股憎恨全部释放出来 我才能向前迈见一步 到底要不要原谅 我接下来必须要做出选择才行 但是我也不知道 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 所以才来问神明 到底怎么做才好 希望神明能给我指示 露比说着说着 开始自顾自得嘟囊 意识到旁边还有个人后 连忙道歉 说自己擅自吉里呱啦 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而且也没有整理好想法 而对于女儿无意中的倾诉 神目光只是平静地露出微笑 她告诉露比要尽情地去烦恼 因为能给出答案的不是神明 而是你自己 那个自己百般烦恼后才得到的答案 即使不愿面对也必须接受 无论是谁 听了这番话 露比原本暗淡的眼神泛起了光亮 她问神目光真的是这样吗 神目光则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还说这种事不应该向神明寻求答案 倒不如说神明比起这个 说不定也更想知道你真正的冤枉呢 神目光的话令露比再次陷入思考 她继续追问露比想怎么做 又想成为什么样子 并坦言自己也想知道这一点 露比则在短暂地思考过后 给出了回答 她想实现妈妈未尽的梦想 是吗 想要成为妈妈的样是吗 想要尽可能地更接近你妈妈是吗 神目光低语着 憨淡的眼中充满了落寞 就在此时 露比的声音再次传来 那声音似乎有着波云渐日的力量 驱散了刚刚还笼罩着天空的乌云 火药成为超越妈妈的偶像 火药比妈妈更受大家喜爱 受大家支持 骗得根本没功夫去沉溺于过去 因为我觉得只有这个方法 才能拯救所有人 露比指着晴空阐述自己的梦想 眼中闪烁着璀璨的星光 随后突然转过头来 严肃地望向了神目光 神目光则缓缓将手伸向露比 如深渊般暗淡的双眼 似乎也在此刻被露比照亮 真的很棒 现在 在这个世界上 恐怕没有任何人 能够比你更加光辉四射了吧 你是真正有价值的生命 说不定你真的能 比你母亲更 神目光还没说完 便被一个有远即近的声音打断 那是赤音在喊露比 跑到露比面前的赤音 立刻打起了招呼 还问露比身边是谁 听露比说是借散的好心人后 赤音礼貌地对神目光道谢 并表示接下来自己会带露比回去 就先在这告辞了 欠子清静 神目光沉默了一下 随即立刻恢复标志性笑容 与赤音和露比告别 就这样 赤音带走了露比 凭留给了神目光 一个鄙夷的眼神 与此同时 尼诺也出现在了神目光身旁 那个女孩 最近是不是一直在追查神目先生啊 或许是吧 哎呀 我也差不多该到了遭报应的时候了呢 那部电影 竟然把爱黎小姐和青十郎前辈的事情 如此毫不遮掩地逗出来了 不管是哪种意义上来说 都会有话题性吧 可电影里却还是将我称为少年A 题目先生也是 性格还真是差劲啊 这部电影一旦放映出去 大家一定会开始寻找犯人 周刊杂志也好 社交媒体也好 都会开始调查少年A究竟是谁 他们不是想用这部电影 还是想用大众的恶意来杀死我 神目先生 这样就好 反正我也觉得这一天迟早会来的 就这么凋亡也不错 与我所背负的储夺性命一同 只不过在那之前 神目光平静地说着 在此之后 十五年的谎言继续稳步拍摄 陆比的戏份也顺利杀青 火推的孩子第九章电影片就此结束 下一章 终目将至 电影十五年的谎言杀青 终于能够休息的主创们来到了海边度假 福利路感叹还真是个私人海滩 美奈美告诉他 上次杂志用的照片就是在这拍的 陆比则在海滩激动到颤抖流泪 因为休假就代表着 终于能够从地狱版的日程中解放 看着陆比庆祝的样子 加奈感叹好像真的很高兴 赤英则表示 再怎么说毕竟是主演 但有一个人 却与陆比的心情截然相反 那就是击穿大灰 他直言一看到大海 自己就会想起爱车 并被阿奎亚吐槽 你心理创伤还没好吗 就在此时 吴返田导演的声音传来 抱怨自己为啥要做这些 想星期天爸爸一样的事 加奈子在一旁吐槽 想让你明明是个单身狗 却买了这么大的车 并立刻得到了陆比的负荷 对此 吴返田激动地解释 说拍电影在各种角度上都很辛苦 也要搬器材 也要运输工作人员 车子要大一点才方便 还说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的车会用来送一群小屁孩去海边 听闻此言 赤英和美母连忙对吴返田表示感谢 吴返田则开始指挥男孩子们 准备度假道具 比如搬小冰箱 纸扬伞 椅子 给游泳圈充气停打气 并被击穿大会吐槽 趁老爹不是当的挺享受的吗 看着乐呵呵准备度假的吴返田 阿奎亚告诉集穿 其实那辆车是吴返田相亲的时候买的 当时的他似乎很憧憬 在周末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演赢的生活 这让集穿不免感慨好可怜 女孩子这边 没来没问弗里路 把和剧组无关的自己也带来真的好吗 还感慨明明大家都这么忙 能凑到一起真不容易 弗里路则表示没关系的 毕竟拍摄提早杀青 到今天为止都是预留的拍摄日 到了明天 大家就又要忙碌起来了吧 美奈美天真的感慨着 但却被弗里路告知 他接下来要联休两个月 十分优先 只有对日程没有话语权的其他人 才会忙得要死 听闻此言 露比加奈甚至击穿大灰 都恨得咬牙切齿 美奈美则不仅感叹起了 顶留艺人和其他同行的鸿沟 一切准备就绪后 大家开始享受假期 美母激动地宣布要去游泳 露比和美奈美则开始给大家递饮料 看着二人身着泳装的背影 几穿不禁感叹真是豪福利 结果被美奈特吐槽 想想就行了 可不敢乱讲 再怎么说 露比也是你的亲妹妹 听闻此言 几穿一脸残念 只缘心情复杂 美奈特则羞涩地表示 比起露比 还是弗里路的泳装更值得期待 并坦言自己其实也算是弗里路的粉丝 但在天场 却几乎和他没什么接触 这次能被叫来一起度假 还有点小兴奋 然而就在梅尔特期待地 看向弗里路的时候 全副武装打算潜水的弗里路出现了 这一瞬间 梅尔特也一脸惨念 持人心情复杂 几穿则吐槽 那家伙属于是旁游无人 为所欲为了 再来说说阿窥亚这边 此时的阿窥亚 逞孤独地给七天充气 谦字心境 加奈直接躺在他面前 并伸手递出仿晒霜 说皮肤就是一人的滋稳 在这种地方不能疏忽大意 让阿窥亚帮忙图 自己够不到的地方 却不料话音刚落 持人便出现在了他身后 主动提出帮忙 并立刻行动了起来 还附加了按摩服务 看着二人吵吵闹闹 唤醒冤家的样子 阿窥亚不禁感叹 关系可真好 就这样 大家享受起了难得的假期 就连月独也乐在其中 转眼间 夜幕降临 阿窥亚独自望着大海发呆 持人主动来打招呼 调侃阿窥亚又在自我孤立 阿窥亚问他 和自己单独在一起 难道不觉得尴尬吗 持人则坦言确实有点 但不监视阿窥亚是不行的 因为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 却回去杀了什么光 听闻此言 阿窥亚沉默不语 持人则继续说了下去 他不允许阿窥亚那么做 因为那样不仅阿窥亚 没办法变得幸福 身边的人也是一样 随后让阿窥亚看向 正在吸脑的大家 说如果阿窥亚那样做 这些他所爱的 试图保护的 同时也伤害着他的人 都会遭受不幸 还说自己觉得 15年的谎言 应该能对神目光 进行社会性的制裁 而且在最后的那一幕里 卢比应该也已经 以自己的方式 完成了复仇 接下来就轮到让你幸福了 痴音微笑地说着 随后转身离开 凭在心里告诉阿窥亚 活的愿望从一开始 就只是想让你幸福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 我将会不择手段 走着走着 痴音发现 加奈似乎在等着他 黑转痴音 回来和你摊牌了 我一直都喜欢着阿窥亚 所以 我才知道阿窥亚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才是最幸福的 虽然很不甘心 但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快点和他复合吧 你的话 一定可以融化他的内心 主动退出的加奈 觉得痴音和阿窥亚 还在互相喜欢着 所以破镜重圆 才是最合适的 对此 痴音感到莫名其妙 问加奈突然间说些什么呢 加奈则表示 你们刚才不知 还在一起 很要好的聊天吗 原来 刚刚加奈在烧烤的时候 烤出了一块不错的肉 当即决定去给阿窥亚尝 而就在他偷偷端着盘子 找阿窥亚的时候 阿窥亚与痴音 单独聊天的画面 映入眼帘 这狗血的一幕 正是加奈决定 退出的原因 你看到了 只是凑巧了 凑巧 什么嘛 结果还是这么一回事 才 才不是这样的 亏我还想着 既然阿窥亚 愿意跟我好好相处了 说不定呢 结果看来 只是我自己 又产生了丢脸的误会呢 你听我说 说起来也是啊 比起我这种事故圆滑 一点都不纯真 性格还差劲的女人 肯定还是跟你在一起 要好得多啊 加奈自顾自的 对自己疯狂输出 急得痴音 拉着她肩膀大喊 你倒是听人说话 而接下来她所看到的 是泪眼婆娑的加奈 愣了一会儿后 痴音告诉加奈 自己和阿窥亚 早就不是那种关系了 想她不要在这里 瞎助攻 这会让人很困扰 听闻此言 加奈切切地表示 但你还是喜欢阿窥亚 对吧 痴音也没有否认 激动地告诉加奈 虽说如此 但也不是那么回事 自己不是那种 过了好久 还会对已经分手的男人 念念不忘的人 正是因为 已经整理好了心情 才会继续跟阿窥亚接触 还说现在的自己 只是纯粹地 希望阿窥亚 得到幸福而已 差不多就跟 喜欢自己孩子的感觉一样 想让她上个好大学 找个好工作 这类的感情 并立刻被加奈吐槽 这份感情也太沉重了吧 所以说我对她恋意上那种喜欢 在分手的时候 就已经整理好了 痴音再次强调自己的想法 加奈却觉得 阿窥亚对痴音 还是就情为了 还说如果自己是阿窥亚 或者变成男性 也会选择痴音 因为痴音很可爱 不管是从谁的眼里来看 都会觉得痴音 又漂亮又聪明 作为演员也有实力 性格也很温柔 可能就是好到了 成人觉得 是不是在存心找茬的份上 在加奈的一番夸奖下 痴音的脸上 不禁放起了哄怨 随后开始斥责加奈 说加奈对自己的魅力 太缺乏自觉 还强调 加奈每次都装得 好像很成熟一样 放弃真正想要的东西 并质问加奈 连横道夺爱的觉悟 都拿不出来吗 真是没出息 在痴音的连番输出下 加奈开始手足无措 痴音则畅上追击 加大力度 痴音在她看来 现在的加奈 就是连去告白的勇气都没有 只是逃避而已 加奈连忙解释说 不是这样 这种事也要看时机 现在还没到时候 随后大喊 总之不是这样 落魂而逃 就这样 沙青庆祝旅行结束了 第二天早上 思绪万千的加奈 从睡梦中醒来 随后听到了门铃的响声 和这么早来 她家拜访的人 正是痴音 天想逃跑哦 臭啥事 继续谈昨天那件事 也太阴闻不散了 我后来一仔细考虑过咯 到最后 还是要这么做才最好 等下 你能不能不要擅自跑进来 我已经决定了 要支援加奈将的恋情 啥玩意儿 再怎么说 我姑且也是她的前女友 阿奎亚军的情报 可是要多少有多少 肯定能帮上你的忙的 不不不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到底是有什么目的 才要干这种事 加奈崩溃地询问赤音 赤音则再次露出了 甚然的微笑 嘴上说这没什么目的 心里想的确实 要是阿奎亚军下一个交往的对象 不是我认可的女人 那我绝对不接受 所以说嘛 赶快去告白嘛 才不会 才不会 我才不会做那种事 没事 我会好好教你的哦 阿奎亚喜欢什么样的穿搭风格 喜欢什么样的妆容 喜欢什么样的情景 我全都知道的清清楚楚 尽管交给我吧 能不能别用这种 要吃人的眼神 直勾勾地盯着我 真的很吓人 没事的 没事的 别用那样的眼神看我了 就这样 赤音毛遂自荐 强行成为加奈辽机 离开加奈家后 赤音望向街上 阿奎亚的广告牌 并再次露出了 神人的笑容 我说啊 阿奎亚军 我是知道的哦 你是不想让重要的人 卷入到自己的复仇中 才刻意保持距离的吧 那么如果你有了心爱的恋人的话 就会更加没办法去复仇了吧 我可是很清楚的哦 到底怎么做才能给你添堵 阿奎亚军 赤音怂恿加奈告白的时候 阿奎亚又看到了自己的心魔 那是在被杀的现场 坐在凶器旁边的羽公乌狼 阿奎亚问乌狼 怎么不继续催自己复仇了 不是一直都对这个念念不忘 让自己一定要救出那个 伤害遭受不幸的家伙 让他也尝尝万劫不复的思维 用那把刀狠狠捅他个千万遍 让他后悔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乌狼则没有立刻回答 还是沉默了一会儿 随后平静地对阿奎亚诉说了起来 乌狼说自己以为失去了一切 从沙琳带到爱 自己曾爱过的人 全都从手中流逝不见 这实在太过悲伤 太过令人悔恨 所以才觉得 陪有复仇才是活着的意义 说到这里 房门突然打开 散发着耀眼光芒的陆比背影 映入了二人眼帘 但是 沙琳娜还活着 她以陆比这个身份 成为了偶像 实现了往昔的梦想 也不再被病痛折磨 疼够开心地笑出来了 对我来说 没有比这更大的救赎了 乌狼欣慰地说着 阿奎亚也坦言 我也这么想 并被乌狼告知 她已经得到了报偿 想必用不了多久就会消失 然后换为一道 只是偶尔隐隐作痛的旧生 一点点偶尔回想起来的 遥远记忆惨渣 接下来 就看倪香怎么做了 选择去杀死什么光也好 选择和喜欢的女孩子 一起享受青春也无所谓 所以你喜欢就好 不过 只要我一天没合眼 却绝对不会让你对杀利奈将下手的哦 她可不是你这种花花公子 可以去玷污的女孩子 乌狼激动地说着 并被阿奎亚吐槽保护过头了吧 阿奎亚坦言 她知道路比喜欢的是乌狼 只不过是透过自己 看到了乌狼幻影 还说对于星野阿奎亚来说 路比就只是世间唯一的 重要双胞胎妹妹 这样就好 听闻此言 乌狼又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并立刻将话题 传逸到了阿奎亚的情感生活上 也是啊 你喜欢的不是那个谁吗 那个天才童星来着 啥 为什么这里会提起尤玛 事到如今了 这还用多说吗 作为星野阿奎亚 你确实对她 颇有符合青春期 这个年纪的恋爱情感 虽然骄傲自大 却也总是踏踏实实的努力 明明嘴上不饶人 却又敏感纤细 还有她那强烈而直率的视线 她的这些地方 你一直都很喜欢吧 乌狼只言不讳地说着 阿奎亚也只好尴尬地表示 这种事我也知道 于是乌狼进一步表示 在她看来 阿奎亚和加奈还是挺有戏的 只要阿奎亚采取行动 就是分分钟的事 说到这里 阿奎亚终于不再强壮淡定 道喊这我也知道 乌狼则平静地摆弄起了凶器 不管怎么说 接下来都看你了 你已经不用拘泥 雨公乌狼这个角色了 不用继续扮演她也可以 想去爱别人也可以 这把刀要怎么用 她由你来决定 雨公乌狼边说 便将刀递给阿奎亚 阿奎亚也在此时 从梦中醒来 我来决定吗 再来说说加奈这边 此时的加奈心神不宁 扯得要归功于 刚刚离开她家的赤音 面对疯狂拒绝帮忙的加奈 赤音只是微笑着表示 她真是遗憾 不过要趁我改变心意之前哦 毕竟像圣诞节的时候 还是会想跟男孩子一起过 不是吗 你再偷偷拉拉的话 考不好我就真的和她复合了哦 气得加奈咬牙切齿 对于赤音这位麻烦的粉丝 加奈不得不承认 她太过于了解自己 所以禁说些直说人痛点的话挑拨 也终于在赤音的步步紧逼下 开始认真思考起了 自己对阿奎亚的感情 如果我真的和那家伙交往的话 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 最开始 我对那家伙讨厌得不得了 输给她实在是很不甘心 但她又好可爱 总是留在记忆里 想忘也忘不掉 而在高中跟她再会的时候 发现她也跟我一样 还在这个世界里不甘地挣扎着 而且也确实在好好努力 在我身边与我齐头并近 光是聊天就很开心 然我的心跃动不已 这个我从海底时代就在追逐的 我心中的劲敌 在现实中也是那么帅气又出色 意识到自己喜欢她时的那份欢心 那份雀跃 你一定是不会懂的 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你又好好的看着我吗 就算没有我看向你那样热烈也行 若是你看向我的目光中 也多少带有那么一点点好感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心意 因为 我是认真的在恋爱啊 就这样 坠入爱河的有马加奈 终于鼓起勇气拿起手机 阿奎爱接到了她简短的信息 车流有空吗